大家好,我是三昌平草 我是阿珊 我是阿昌 今天不平草,今天來開講 我們今天講什麼呢? 我們今天講護照 我們講怎麼換護照 怎麼自己換護照 接下來會講的內容 第一個是為什麼要換護照 當然就是過期要換啦 還有我這邊有另外一個情況是 姓氏的拼音 跟我老爸的姓氏拼音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的部分我要把它修正回來 就是英文的拼音方式把它蓋成一樣的 那這個是我這邊這個case要換的主要目的 第二個的話,到底要怎麼更換 整個流程都會全部公開給大家 詳細的流程這樣 詳細的更換流程 然後包括拼音這邊也怎麼換 然後還有就是整個 自己跑外交部去更換的這個流程 我們都會跟大家講 再來最後就是有一些注意事項 所以你看這一集 關於護照你要怎麼換 全部這一集全部都補給你 就看這一集就夠了 沒錯 回到我們第一個主題 為什麼我需要去換幫我爸換護照 那其實主要就是因為姓氏的拼音 英文拼音不一樣 我老伯跟我的拼音不一樣 那為什麼我需要去特別在意這個拼音 不一樣的點 因為我們現在人在國外工作 我們在這邊註冊的話 都需要一個出生證明 那出生證明上面當然是寫英文 那他們看到這個出生證明 又發現 你跟你老伯的姓不一樣 他就會覺得你這個出生證明到底 這樣子合不合法 合不合理 所以就會衍生很多問題 那因為我們在出發之前 就有發現有這個問題存在 所以就趕快來做 避免爭議 因為你如果人是在國外 你要再重新辦文件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就在國內的時候就先把 趕快把它處理好 那所以我的狀況就是 我爸他的護照呢 他是用微陀瑪的拼音方式 我自己是用通用拼音 那這兩種拼音 其實都是外交部他認可的拼音方式 對 因為其實在外交部上面的 他讓你在選姓名中意音的系統的時候 其實他就有四種拼音可以用 就是有漢語拼音 通用拼音 微陀瑪拼音 還有國語 國語第二次拼音 就很多種 對 你可以自己選 你可以自己挑選 但是不能混搭 不能混搭 你的姓跟名都要用同一套的拼音方式 對 你不可能說我的姓用通用啊 然後我的名字用微陀瑪 不能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要用同一套的 對 因為我們就是可以這樣自己挑 所以變成說你爸那時候是旅行社 旅行社代辦 然後他們就可能就是 Default用微陀瑪 然後就選微陀瑪 那我這邊的話 因為我在辦護照的時候 我發現 我的姓用那個通用拼音去念 比較像中文的發音 所以我就用 我自己就選通用拼音 所以就造成說我跟我老爸拼音 姓的部分就不一樣 所以因為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情況 我們目標就是要把它改成同樣的拼音方式 這樣才可以解決到 我到這邊註冊的時候 避免這種出身證明的文件 他會認為你是非法的 避免這種窘境發生 我們要把護照的姓、拼音改成一樣的 而且很妙的是說 我們之前看到說 明明你的文件都已經是官方認證的 然後在台 荷蘭在台辦公室也都認證了 他們可能還是不可以不接受這件事 雖然很麻煩 我們還是想說 因為這個已經有一個坑在那邊了 就是看到有人分享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先去處理 所以現在我的狀況的話 要改成一樣 要嘛是我爸改 要嘛是我改 因為我自己 有滿多信用卡 然後還有一些外地帳號 所以我改的話 會比較麻煩 然後我老爸就問他說 欸爸你會讓我改 他說好啊你改 因為他沒有這些東西負擔 所以我就請示了老爸 然後他說好你改 好 我就改他給他改 那我接下來要想辦法說 要怎麼改 其實我們之前是自己找資料 然後查網路上很多人都講說 必須要改護照的姓的部分 就是要透過學歷證明 或是國外的護照 證明說 你國外的那個護照 或是你國外的學歷上面寫的是那個姓 你再拿他來reference到你現在要改成你的護照的姓 其實很麻煩你知道嗎 因為我去問我爸畢業的學校 能不能幫我爸出示一個這樣子 英文的畢業證書 但是學校說這個年代真的很久 他可能可以辦 但是感覺有點困擾啦 透過學校去辦的話 我們發現其實很麻煩 因為我可能要再跑一趟學校 然後還要申請 可能時間就知道要多久 然後也不一定真的辦得下來 所以同時我們也去找一些護照的變更的方案 然後就剛好找到一個護照施行細則 這個部分的話 之前都沒有看人家用過 但是我們就去查條款嘛 就有找到一個 護照條例施行細則 然後這裡面呢 其中的第14條 第二項 第四款 第二目 它裡面就有寫說 你換發護照的時候 除非你的外文姓名有下列一些情況 反正你就是有這個情況你才可以換啦 那其中有一個這個 第二目就寫說 因義之外的外文姓名 與你的直系解親 或是兄弟姊妹不一樣的時候 你的拼法不同的時候 你就可以更換這樣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條款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試試看 我們有打電話去外交部 就是詢問這件事情 他就說是可以辦的 對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條款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需要付的文件有什麼呢 我就是帶我爸的護照 舊護照跟他身份證 還有我自己的護照跟身份證過去這樣子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就是因為 要換新的護照 所以其他要準備的文件 就是跟換發護照一樣 除了剛剛你講的那些之外 然後再來就是 剩下的就是換護照 該有的也都要準備這樣子 在換姓名拼音這段 其實我們後來就用這個方式 那整個流程 我們接下來就會開始講 那到底要怎麼換發護照 那要準備什麼文件 換發護照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先有照片 照片 對 第一個是照片 那你必須這個照片 要符合外交部的規定 其實外交部的網站都寫得很清楚 你身份護照照片規格 比如說你的頭部 要幾公分 就是3.2到3.6公分 什麼的 然後你一定是六個月的鏡照 然後還有就是說 你的照片本身哪邊不能遮到 比如說眉毛要露出來 耳朵要露出來 不能戴眼鏡 對啊什麼的 然後還有就是顏色 色調什麼之類的 這些就是都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自己的方式的話是 我是自己拍照啦 拿手機直接拍 然後修一修這樣子 然後 然後調整到那個大小 調到OK的 OK的那個大小這樣 這樣子就是 不要省錢啦 啊但是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修你喜歡的顏色 對對對 你喜歡的樣 也不是 顏色不能亂調 但是 但是你的膚 就是你的肌膚的感覺 可以擺一點啊 對 那個重傷 有時候 然後相關 那我之後可能也會分享一下 我們是怎麼DIY去拍照 然後也成功 就身體上護照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自己透過拍 這個DIY 然後還可以再用便利商店印照片 這會再另外一集 對這會另外一集會再講 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就不多講這個部分 這個第一個要拍照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是透過 我們自己的方式 我們自己是採用網路申辦的方式 嗯 所以網路申辦的好處就是說 你這個照片可以不用沖洗出來 對 對現在就是可以不用沖洗 那你可以直接上傳你的照片 透過他的這個申辦的流程裡面 有一個上傳照片 然後 OK審核通過你的照片之後 你到現場都不用再鐵了 你也就是不需要再另外沖洗這樣 我覺得這樣方便很多 這個第二個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就講一下網路怎麼申辦 網路要申辦的話呢 官方都有很詳細的SOP 它有一個PDF檔 就是你可以下載 然後它其實都寫得很詳細 申辦流程 那我們就是這邊再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因為這邊會有一個要換外文姓名的部分 這邊填寫要怎麼外文拼音的部分 好啊 所以第一個步驟 當然就是會進到它那個申辦的網頁 然後它的申辦網頁裡面 就是照著它那個 它就點那個我要申辦的護照 然後再來它就會跟你講說 要想約一些申辦流程啊 你就是同意啊 就是說我要預約填表 你就選那個 我要預約填表 因為它有一個是查詢 一個是預約填表 所以你就直接 選填表 然後它可能就會簽署一些個人資料的公開聲明什麼的 然後就同意 然後接下來就是開始要填你的一些資料 可能身份證啊什麼之類的 E-mail啊什麼的 因為那E-mail就是它到時候你申辦完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電子檔 所以它會E-mail給你 步驟五 它就跟你講說 你要預約啊 要不要預約啊 送件地點什麼 是哪裡啊 然後什麼時間啊 那我們當時在申辦的時候呢 基本上時間都約滿了啦 因為網路預約的名額真的不多 很少啊 很多人就是真的很難預約得到 都是去現場 對啊就是一直刷 然後很難刷得到這樣子 你如果很急的話 我覺得真的還是去現場 你可以在網路申辦 但是去現場排 抽號碼排這樣子 所以你還是一樣可以申請 但是不需要預約到 沒有預約到時間也沒有關係 下一個第六個步驟就是 你開始要填你的表 填表就是照著它上面寫嘛 可能身分證字號啊 你出生你的願意是姓名什麼的 再來就是重點就是說 外文姓名這邊 那以法拉Case這邊 它會有一個外文姓名嗎? 對啊就是寫變更的姓名是什麼 然後你就要把它拼音寫上去 就是變更後的姓名 對變更後的 我的Case的話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辦事員 我們之前問過他 然後他是說 外文的別名那邊 再把舊的姓名標記上去 因為有可能 這個 舊的這個姓式的拼音的方式 在外面有一些文件或者是資料 是用這個方式去做呈現的 所以他必須要在第一次變更的時候 把這個別名標記上去 那這個護照 這一次就是十年的使用期限 那過了這個十年之後 他是說如果你 你確定你這個舊的別名 不用就可以把它拿掉 所以第一次在 他有特別提到說 第一次做這樣的變動的時候 必須要把舊的別名寫上去 所以我們在這個別名的部分 就把舊的拼音方式寫上去 然後 變更外文姓名這部分 就把我現在新的部分 寫在這邊 然後確保他跟我的現在拼音是一樣的 所以到時候這個護照拿到的話 他會跟一般只有外文姓名不一樣的地方 是會多了一個叫做外文別名 對 外文別名這邊就會把舊的寫上去 對對對 就會變成其實有兩個英文拼音在上面 所以這樣我覺得這樣也比較好 因為確保說你個人 你這個舊的資料也是有效的 就是可以對應得到說你的護照 如果你有些其他的 文件啊或是資產啊 或是信用卡之類的 對對對 那這邊都填完了嘛 進到下一步 然後他就確認確認確認 然後之後就是會跟你講說 你辦理方式你要親自辦理啊 還是說你要委任辦理這樣子 有個狀況的話就是 我幫我爸做委託辦理 那我們就在台中的中部辦公室 直接去現場申辦 然後接下來呢 照第八個步驟 照片要上傳了 那這時候你就會把你拍好的 修好的照片電子檔傳上去這樣子 照片上傳它有一個框框吧 一個圈圈 你就可以符合在那個圈圈的範圍內 把你的大頭的那個位置 放在那個圈圈的剛好 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就是符合在那個圈圈的裡面這樣 你上傳上去之後 他就開始會可能是AI幫你做檢核吧 確認說你這個符合 就剛講的那些條件有沒有符合這樣 如果OK的話 他就會幫你上傳上去了 照片上傳完之後勒 他就會跟你講 你填表已經成功了 成功之後他會寄一個那個email給你 然後上面就會有一個 一份PDF檔 然後上面就是你剛剛填的那些資料 申請表 像我的case的話 我就是要先把它彩色列印下來 因為我是幫我爸代辦 所以還要再另外寫一份委任書 對 你還有要委任書 就是另外他在網站上也可以 就下載他那個委任書這樣 為什麼你這邊要先彩色列印下來 因為你要給 我要先給我把簽名 對就是給你把簽名這樣子 那因為要委託他要親筆簽名 因為他本人不會到外交部去現場去辦 所以就是要先簽好 違任書也要印出來 然後也要簽好 我們就在重點 重複一下 你要帶的東西 要換發護照的東西 我的case的話就是 我跟我爸的身份證 還有護照 兩個人的護照都要帶著 對 兩個人的護照 還有委任書還有申請表 違任書申請表 對 然後還有最後就是 要帶歸費 你可以帶信用卡 可以帶現金 可以去現行 可以刷 對 如果是10年校期的話是1300 對 那我的case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事前要先準備文件 是這些 資料 資料跟文件 那如果像是你的case 那我的部分 因為我是要換護照 就是不需要換姓名 只是單純換護照 那就是帶我的身份證 還有我的救護照 還有就是那個申請表 那因為申請表的部分 我這邊其實可以不用列印 因為我是本人 不用自己列印 因為他到外交部那邊 他都可以用那個kiosk 直接你就是用你的身份證去感應之後 他就可以幫你印你的彩色 上描 對 他就直接幫你彩色列印出來 那你就不用再花錢 這樣子 等一下也會有 我們實際當天去辦理的狀況 跟大家再講一次這樣子 對 那所以事前準備的資料 是這些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講 我們實際上當天的流程 怎麼去外交部去辦理這整個東西 那我們就直接用照片方式 因為我們當天到現場是沒有錄 因為不方便 因為很多人這樣子 直接用照片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回到我們當天的一個狀況 我們是到台中的中部外交部辦公室來做這個申請換照 外交部裡面走進去之後呢 有分兩邊 這是中部辦公室的部分 我們當時去年底辦的時候 他是左邊是在抽號碼牌 然後右邊是去辦理 反正你就是先找抽號碼牌的地方就對了 走到抽號碼牌那邊呢 因為他有一個服務台 因為我們好像也沒找到那個抽號碼牌的機器這樣 服務台他就看到你之後 他就會先問你今天要辦什麼 然後我們就收到看護照 他就會先那你資料先給他看一下 他幫你先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如果你的資料沒有問題呢 他就會賞你一張號碼 因為我的部分呢 剛說我沒有帶那個申請表 旁邊就有一個Kiasc 就是有一個機器 你就可以看到照片上面這個機器 那它上面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網路填表列印 一個是網路預約報道 那因為我沒有預約時間 所以我是直接選網路填表列印這個選項 左邊這個選項 他下一步他就會跟你講說 那你少了你的身份證的條碼 或是你可以自己輸入你的身份證號碼這樣 那我就直接把條碼下面逼一下 然後他旁邊就有一個影音基因 就幫你列印出來 對 然後他就印出來 還是彩色列印 對 他就是直接彩色列印 你就不用花錢喔 Fee service 對 真的真的很棒 我覺得這個服務真的非常好 然後所以印出來就是長這樣 那你接下來就在你那個紙上面 簽一下你的名字 因為護照本人要簽名嘛 對 然後簽完名之後 你就拿著這個 然後跟你帶的資料 然後又再去那個服務台 然後一起跟他要你的號碼牌這樣 然後號碼之後呢 你以為就... 就要開始等啊 對 你以為馬上就可以拿到沒有喔 沒有喔 你就開始無直接的等 那你可以看得到這個照片上面 我們是1403號碼 上面有一個monitor 那個叫號系統 對 它上面就是... 那邊你講說現在叫到幾號 你看還差了200號 對 它那邊是有位子可以讓你坐啦 對啊 我們當時當天其實真的... 排了快3個小時 排了快3個小時 對 等了快3個小時 將近已經整了3小時喔 對 我們其實有發現旁邊有貼一張說 喔 這邊可以用網路可以看等待的人數這樣子 然後或是現在到達幾號這樣 所以其實外交部的那個網站 其實都可以有那個連結 然後你可以隨時看 因為現在是到幾號 所以其實這中間你拿到號碼牌 你是可以出去... 你可以先去吃個飯啊 對 吃飯啊 幹嘛 反正就亂逛 或是騎回家休息一下或什麼的 就是如果你家很近的話 反正就這中間你就... 然後再看一下說快到號碼再過來這樣子 對 但首先就是還是要先拿到號碼牌 對 接下來 好 就是等等等等 其實在外面散步散了很久 對 可以順便運動一下 然後就... 誒 到達爾就進來了 進來等這樣子 這個是右手邊的路口這樣 一進去右手邊就是在... 開始在申辦護照的一些窗口 或是零護照 對對對 零護照或是申辦的窗口這樣子 好 不容易 然後... 終於輪到我們了 輪到我之後就趕快去櫃台報到 然後報到完之後呢 就把所有的文件交給他 剛剛有提到一點喔 就是說除了身份證護照 還有申請表這些委任書之外 那其實他還有再跟我多要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護照銀本 對 護照銀本呢 其實我有帶 可是我忘記拿出來 然後... 很緊張了 對 我又跑去... 誒 護照銀本 然後他說旁邊有移音機 然後我又旁邊 把他這邊投 反正這邊資源都很多 都可以在現場處理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 護照的規費 對 十年效期的話 十年效期就是一千三 五年效期是九百 那當然就是選十年比較划算 然後再來就是數件處理的費用 有看到左邊這個欄位 對 一般我們的工作天 他的工作天是四個工作天 如果假設你要加快的話 就是每加快一天就是多三百塊這樣子 那最快就是隔天可以拿 那我們自己的case的話 是22號禮拜二下午 因為我們是下午去辦的嘛 對 他最快可以拿到的時間 就是隔天的下午這樣子 那你就要加九百塊 對 正常是四個工作天的話 那因為是工作天嘛 所以你看到正常拿到的時間 就是會是在下週一 下午才拿到 所以這個可以自己留意一下 你到底要多久拿到那個時間 而且他有分上下午 你不是說隔天上午就拿到 所以他上面其實時間都寫得非常清楚 那你可能自己看一下 然後這時候你就要跟他講說 看你自己要不要加快 對你自己就要跟他講 然後他就會收再多那個錢 最後一關就是付錢 通常他每個櫃台是可以收信用卡的 對 那如果說你要現金的話 你就要去別的櫃台付錢 對就是去另外櫃台付錢 我覺得可以刷卡滿方便的 對 錢都付完了之後他就會給你這張 紅色的單子 對 那這個紅色的單子上面 因為我們自己有加幾件 所以就是上面有寫數件 反正他會告訴你說你什麼時候可以領 上面會寫好 那這張單子就是到時候你要拿 護照的時候要帶這張單子 他背後也會有寫 帶收據還有你的身分證領照這樣子 如果呢你自己本人 沒辦法來辦 就是不方便再跑一趟去領的話 這邊會有一個 郵局的服務 對 就是可以看得到 他就直接是在那個 跟你服務台那邊 同一個區域的那邊 然後你可以找到這個 郵局帶領帶送的服務處 然後你就走過去跟他講說 我要請你帶收 然後他就會給你一個郵單 上面你再要填你自己 收件人的地址啊 名字啊什麼的 確實田起來才會收的到 然後接下來就拿著這個紅單 你要去領護照這個單子 然後還有這個郵單一起給他 他就會跟你收錢 上面有貼 他們是在台中縣市的 對 他是外市市、外島 就不一樣的費用 對,還要你是一本兩本什麼之類 反正他就有郵資和報紙費這樣 收完錢之後會 會給你一張 反正就是收據之類的東西 然後最後就直接寄到你家這樣 那這個郵局帶領帶送服務時間 他下午直到四點半 中間有休息 中間有休息 所以你這要看一下自己的時間點 基本上到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已經把要改護照的一個流程送件都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就等待時間到我們再去領 這個流程這樣辦下來我們就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都可以順利拿到這些護照 你把他改成功了 改了也OK 然後上面 都是符合我們的期待的沒有什麼問題 到這邊的話照這樣做相信應該大家不會太恐懼感 不知道該怎麼去進行這件事情 不會很難 不會很困難 接下來我們就 稍微看一下外交部 外交部中部辦公室這邊的一些現場有什麼樣的資源 有什麼設備可以用 第一個就是現場也可以自己用手寫申請書 你可以把一些東西帶去然後直接填寫這樣子 這個狀況就是說比如說你如果不是網路申請 你現場到你現場寫申請書也可以 他這邊其實都有膠水啊有筆啊剪刀啊 對如果你要貼照片或什麼 剪貼貼的 這邊還可以看到還有那個 證件照的機器 對快照集你也可以直接在那邊排就照他那個指示去 他就會跟你講欸你這怎麼辦 看哪邊啊 快就拍完了 100塊吧 再來可以看到這邊就是影音集啊一次印一面一塊錢 還蠻便宜的啊 對很便宜喔 對啊就是一塊錢這樣 很方便 對很方便 就是我真的要給外交部辦事出一個讚的很棒啊 就投錢然後他就可以那個 真的很棒就變名真的很便宜 真的快哭了 你說跟荷蘭這樣 跟荷蘭比較快哭 應該不知道哭了好幾回 這個以後那些故事可以再講一下 印完東西記得要把自己的針件什麼的要拿走 印完大家忘記了 整個外交部設備大概就是這樣 提供的蠻周全的啦 那最後我們就講一下注意事項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換發護照的條件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其實有兩種情況下才能換護照 第一個就是說你校期是要不足一年 就是只剩一年的情況你才可以換 對就是低於一年啦 你如果校期可能還剩兩年啊三年啊 基本上是你就是沒辦法換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條件是說 除非你的護照不是最新版的 因為護照在2021年那時候有改版嘛 就是有改成它的整個封面有換 所以我的護照效期雖然是超過 我還剩2.5年 但是因為我是用換新版護照的條款去換 所以其實也是可以換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舊版跟新版護照的差異 台灣就變很大 台灣就是變很大 然後呢 Republic of China它跑去哪呢 就是在那個圈圈裡面這樣子 對在國企圈圈圈外圍 對在外圍 大家如果想要大一點的台灣 其實現在如果你的護照是在2021年以前的 你應該有機會可以先換到 對阿我覺得這樣換真的也比較 我覺得這樣比較跳啦 不然台灣那小小一個 對阿現在就是我覺得換的也不錯 但是就是要花錢啦 你換護照就是要再花錢 有需要再換啦有需要再換 對阿對阿 不過還是要給我會照顧給照 對對 但我為什麼要提早換是因為 因為出國其實你這中間要回去 要在國外換護照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想說把消息就是直接先延長 因為國外辦動作真的沒有像台灣那麼快 台灣真的是 真的讚阿 真的讚阿 效率什麼都很好 沒錯 接下來就是換我的case 那因為我的case是因為要換 直系親屬的這個姓名聘音的部分 把它改修正過來 那但是這個部分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要自己先確認說這樣對你的影響大不大 因為畢竟如果你們的狀況如果有一些國外資產 那會不會換了之後變成隱身更多的問題 這個就要自己去評估一下自己去先確認跟你的家人阿 還是還有對口的一些有沒有什麼國外的信用卡 對阿你就要打個銀行或是打個銀行 或是國外的學歷什麼的都要自己去確認 這個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風險還是要自己去評估一下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這邊只是針對我們的case 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參考一下說 欸知道可以這樣改 因為我們之前自己查到的都是說 這是要國外學歷證明 阿我們這邊就實際的case跟你講說不用 就可以用那個條款 或是什麼國外護照 我就是台灣人拿來國外護照 對阿我就沒有這些護照阿 不過我就是這次的經驗裡面有聽說 好像蠻多這樣的case需要去改名字的 所以就是提供大家一個更便捷的方式 可以用這個十四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二幕去修改這樣子 有些資訊我會放在下方的那個內文阿 那連結什麼大家可以去參考這樣 今天就講到這裡 對有點長阿 其實這個今天內容很多 因為有蠻多細節的 對阿裡面就我們都不嘗試就跟大家講 就是希望說大家不用那麼麻煩 就好像還要做那麼多功課 因為我們自己筆記就是漏漏等 對阿希望你看完這一集就全部都OK 就不用再差別了 那如果你用我們的方法也順利成功 也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哪邊如果有什麼錯誤幹嘛的 或是什麼都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對阿你也可以跟我們 在下方留言然後跟我們說 今天開獎就到這邊阿 今天開獎 開獎有點緊 出國前準備光 就是光這個護照其實就 就是花了很多功夫阿 就有需要 我覺得如果只是單純換發護照 其實還好啦 不過到目前來講 我覺得換這個都小事 但這是第一步啦 我覺得說就是這些東西 因為第一步你要出國 你一定要先有護照 對 所以這個很基本的 所以我們這個出國準備系列 這個就是先跟大家講 然後相信現在因為疫情結束了 然後也有很多人要出國嘛 那可能很多人都過期了 那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這樣子 對 希望可以讓你那個換護照 有流程更順利一點 對 之前好像有看到影片 我分享說現在就是連抽號碼牌都 喔 抽號碼牌都排到 那個外面排很遠 可以自己先提早做準備 然後到那邊直接送件 然後直接 對對對 可以加快一些流程速度 今天講 分享到這邊阿 那我們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